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朱鱼龙 然后感谢,现在感谢微博对我2023年的工作的肯定 然后我刚查了一下,我第一次注册微博的时候应该是在2010年2月份 然后那时候微博刚刚上线,然后自己也那时候我2010年要毕业,就是电影学毕业 所以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工作 然后微博也算是见证我的成长,然后一直追逐自己的电影梦,一直到今天 所以感谢微博,然后马天遥过年了,在这里祝大家龙年大习,身体健康,财运运动作,谢谢大家 14年的微博,你还查到你发的第一条微博内容是什么吗? 第一条好像是我当时在拍戏,当时在上电影圈的时候去实习 然后有一个贴了胡子的造型,但是就分享在了微博上 千万不要忘了,今晚会发影到微博 谢谢你的King和Queen,我们要看到你的此刻的牺牲 我们无法想象,在微博那么多那么多的用户里 有多少像他们这样有梦想的年轻人,勇敢的去追梦 才最终站到了人生最精彩的舞台之上 所以微博King和微博Queen它不仅是一份荣誉,更是一种责任 你们俩在这里,就预示着,只要有梦想 它一定会实现未来各位年轻人,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? 好,祝贺微博King,微博会,祝贺鲁威龙,祝贺杨慈 谢谢二位,谢谢二位,欢迎喜欢你 祝贺你们 谢谢 Nous 谢谢